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独家频道 我是Jessica 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的中山南投 参加我们好防止独家的海亚细分城 新家推的发布会 和一个颁奖典礼 现时新家推就属于我们的 狗座的产品 狗座有什么新的互营 价钱怎么样 还有这几年都看着它一个变化 它园林怎么样 还有街铺有什么进度 还有大家很期待它商场有什么变化 跟着Jessica的脚步我们一起来看 Let's go 大家其实透过镜头都看到 我的左手边是属于我们的住宅区 右手边是属于我们的宅宅公寓 说真的 我从19年开始就开始买这个屋苑 当时的话 其实就是比较多香港澳门客户买 因为都是正常 就是没有疫情的时间 但是大家觉得 户型间隔很漂亮 装修也OK 而且又很近高速 接着又有整个站在这里 都觉得挺不错 所以很多客户都入手了 那个时间 当然我们2020年那时候 疫情开始了 大家那些出行都很受阻 但是没有影响到它一个工程进度 19年那时候 那些客户是看不到这么多东西的 商场也都没开 其实当时我们很多人都 都持有一种观望的态度 但是现在 很快 非常之好 商场就是我们看着它起的 而且我们海亚这个公寓的话 每一座全部都封了 现在全部都是在搞内部装修 包括了我们有些业主已经在住 和出租都非常之开心的 包括了我们留下这些底箱 大家透过肉眼都可以看到 开得很旺 茶餐厅 美容美甲 然后按摩 然后烧烤店 奶茶店 咖啡店 水果店 然后pizza店 宠物店 全部都是有的 包括了我们留下一些 非常之齐全客 约房都有的 生活是非常之便利 当然了 最值得期待就是我们这个商场 其实这几个月 我们都 就是属于我们中山政府 包括了我们南投政府 和我们这个集团 都重点 就是全世界都很关注这个项目 就是我们的商场 商场其实现在有进度 大家透过镜头 都看到是非常之好的 那我们都一起期待 它一个年中 即是年中到第三季度 之间一个市运营 和年底正式运营的一个情况 那包括了 我们有些签约意识 大家都有看到的 南桂坊 都在这里签了 那如果你的朋友 即是有空过来 找你喝东西 不用特地去哪里了 我们留下就是了 逛街看器吃饭 一应俱全的 那包括了 我们有些业主买了的话 有些就是自己偶尔回来煮一煮 有一个内却点 也有些业主就 哎 买几间的哦 OK 有些自己住 有些就放租 哇 这里放租的超好租 不是开玩笑 我很多客户 今天收楼 搞定这家私家店 明天已经租出去了 而且这个租金汇报 都相当之不错的 那我们一起看看 里面的园林有什么变化 Go Jessica现在已经走到了 海亚奔纷成一个园林那里了 每一次回到来 我都觉得 即是无论春夏秋冬 无论是白天 还是傍晚 还是晚上 其实回到来 都觉得很舒服 很凉爽的 那因为呢 它的那个回形间隔 不是朝南 就是朝北 只有这两只而已 接着呢 相当于一字排开的 即是我们前后 不会有什么遮挡的 OK 还有呢 它楼间距是很阔落的 大家有没有见到呢 非常之阔落 所以你会觉得 哇 很凉爽 很通风 很透气 很光亮 而且 每一个单位 都是有露台给到你的 OK 接着呢 现在新加推是哪一座呢 就是Jessica 给大家 还有呢 航拍都可以看到的 第九座 OK 九座呢 就是我们八座 和十座之间 那大家都知道了 八座已经卖了 七十八八 十座卖了 那现在新加推是九座的 那九座有什么 回形呢 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 九座的回形 其实呢 都跟我们之前是差不多的 五座升级 十七房的 包括了我们最细Size 四十四平方的一房 还有呢 我们一个明星户型的 五十四平方到五十七平方的 两房单位 OK 因为呢 它是有一个阳光房给到大家 那还有呢 很正规的一个 每间房都大的 八十平方的两房单位 就是这几种Size 接着现在呢 哇 真是正 跟大家轻轻透露一下 如果我们小单位的话呢 大概每个月租金呢 有千五元的 那两房单位呢 就二千元到二千二左右 所以相对来说 回报率很高 那单价呢 其实都是九千多元 一平方就可以入手的了 总价呢 四十几万 首期一十几万就可以入手 会有高铁上架的物业 说事事事难得示范 刚刚呢 一台列车呢 飞了一声就经过了 就是我们南投站 没错 你看到后面的城轨呢 就像我们海鸦 缝纷成隔离的一个 南投的城轨站 那两三一站呢 就去到我们港洲南站 然后呢 转回西九龙那边 也都呢 可以去到我们珠海那边 那过关呢 回澳门啦 或者呢 去香港呢 亦都非常之方便的 OK 那圆林就很舒服啦 因为它旁边比较阔落啦 跟着呢 你看到我的头发呢 都吹得比较凌乱的 就知道有多凉爽啦 是不是 那楼下呢 也都会有一些桌椅啊 给大家呢 有时在这里的 还有小朋友在这里玩 还有这里呢 是允许大家养宠物的 那如果放狗的话呢 就记得掃 拿好狗绳 打好狗针就OK的 就是 其实大陆这些屋苑的话 相对来说呢 是对大家的一些 宠物啊各方面呢 都比较有爱 比较挂爱的 OK 还有呢 今年六月份呢 就会正式通车 我们的心中通道 很多观众呢 都会有些疑问 哇 心中通道第一站都在马安岛 关于南投什么事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吧 其实不是这样的吧 因为呢 大家看回地图呢 就知道 心中通道一出到来的话呢 首先呢 其实是有个分散口的 可以通去我们马安岛 另一边呢 是可以通回去我们的一个 南沙曼庆沙那边 没错 因为这里呢 是很近我们广州那边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其实呢 走回南沙曼庆沙那条路 过来这里的话呢 就非常之方便 简单而呢 由我们的深圳出发呢 走到心中通道呢 40分钟左右呢 就可以到达我们海雅奔分成这里 那当然啦 我们这个项目非常之贴心的 我们也都有直达车呢 是可以到回到我们人工岛那边的 那我们都可以 35元呢 坐回人工岛那个 就是我们下了金巴 然后呢 坐35元的巴士呢 回到屋苑这一边的 那你无论走哪个交通呢 其实都是比较多的选择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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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海雅一众同事 还有我呢 也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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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充天肥 哈哈 那我找回Jessica太郎的话 还可以额外申请管理费赠送给大家 记得数联络Jessica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给like和share出去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详细的楼盘资料 欢迎通过以下方式联络我们 谢谢 谢谢